我这里我真的要呼吁的 我们应该就是 像因为这个棒球 所谓这个国球支持发生的时候 你看我们还真的要感谢中国大陆 要不是惊傲的那个断雨 然后这个经典赛的 这个是第一个被淘汰的一个国家 然后又是输给中国大陆 这个不得了 我在想说如果说我们输给日本 输给韩国的话 可能还不会让我们国人来觉醒 你看现在从上 你看从马总统 总统夫人 行政院长 所有的一般的社会大众 都为了要如何血耻 然后来做这个努力 但是我是觉得说实际上 因为这样的一个心态都不对的 你本来你的整个体育的政策里面 你就应该你有 如果说某一种运动 有什么闪失的时候 你应该又怎么样的来修补 你应该是要有一套政策 一套计划才对 比如说这几天 在台湾的演出的 由这个黄玉冰 黄教练 就是11个金牌的大陆的体操 体操对 对对对 那你想想看 那个中国的体操是非常好的 可是呢 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 他说他们真的是一败土地 只赢了一块金牌 可是呢 这次呢 9块金牌 他四年的时间 他们是如何的 从这个失败里面 寄取教训 他们是要 他们就是 不为失败找借口 而是针对失败的原因呢 他们去做强化 去做必要的人力资力的 财力的这种投资 所以那个 这个黄玉冰教练 他这几天 他接受的独家访问的时候 他就讲说 他说其实 竞技的运动 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呢 你要重视向下扎根 然后呢 要敢面对失败 而不是像你说的 对不对 成功的时候 大家争着抢功劳 失败的时候呢 那就是谁不对 然后又是前任怎么样子 就是为这个失败 再找借口 那这个是不对的